大家好,我是Klaus 其实关于中医中药的争议是很久以来就一直存在的 早在19世纪末就有清朝学者主张废除中医 此后更是有很多知名人士 包括卢迅、孙中山、胡适、梁启超、严富、陈独秀、傅思年、李敖等等倡导废除中医 其中卢迅在呐喊中说过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者无意的骗子,被广为引用 而另一方面呢,对中医药的推崇和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特别是最近,中国的带货网红中南山代言过很多中药 包括板蓝根、双黄连、冬虫下草、莲花清温胶囊等等 前一段时间,更是由北京立法禁止污蔑、诋毁中医药 违反将以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发展传统医药更是写进中国宪法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中医药到底有没有用 首先声明,我并不是专业人士,不是医生,更不是中医 但也因为如此,我更会从最浅显的道理和逻辑讲起 和作为一个普通人,从生活中切身体会 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医中药 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 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中医药的定义 大部分人对中医药的普遍理解就是中国的传统医术和草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过中国国家推广的定义 也是这两个关键字,中国传统和草药 那和中医对应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下意识地回答出来 那就是西医 但很多时候,往往我们习惯上认为对的,反而容易出错 因为太司空见惯,就会被惯以常识的名义 而不去思考和深究 中医的全称是中国传统医学 而西医的全称却是现代医学 现在是不是就发现问题了? 既然中医是中国传统医学 那跟中医相对应的,应该是西方传统医学才对啊 另外,西医为什么是现代医学 而不是西方现代医学呢?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西方有没有传统医学 中医是建立在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术、巫术 和传说等基础上的大杂汇理论 是古人非常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基于一些不能解释和论证的简单观察和主观猜测 比如中医认为干属木,甚属水 可是木水是个什么东西? 中医解释不清楚 而且,为什么干就属木? 这个都没有统一的说法 就算只看一种说法,也是迷迷糊糊的 比如这个,日出东方,与木相似 这种类似的传统医学理论在西方也有 比如,源于古希腊的液体学说 认为人体内有四种液体 对应四种元素 活水、土气 也有类似中医的干湿冷热的理论 如果对比中国传统医学 也就是中医和西方的传统医学 你会发现,它们是完全在同一个水平上 直到西方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医学理论 建立了以分子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 遗传学 解剖学 病理学 药理学 和免疫学等等 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医学 成为了世界公认的标准 我们都听说过科学是无国界的 是世界普遍认可的 所以西医的全称叫现代医学 而不是叫西方现代医学 所以从名称上就说明 西医是现代科学的分支 而中医则不是 证实一样东西的好坏 需要用科学的方法 让数据说话 我们先从大方面开始 人类的寿命 从近代开始 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得益于现代医学的发展 在此之前 东西方的人均寿命都差不多 我们就拿中国皇室的数据来说 他们可是处于权力中心 能享用最优秀的中医资源 从秦始皇到溥仪 生族年份可考的300名皇帝当中 剔除非正常死亡的92人 剩下的208人 平均寿命仅47.6岁 哪怕到了清朝 从顺治到道光的200多年里 六朝帝王后代的平均寿命 仅为18到26岁 幼儿妖折律21%到43% 两个数据都和野生黑猩猩差不多 而针对于某一种药物 是不是有效 也是需要通过科学实验 获得数据来证明的 这个过程 也就是现代医学之中 非常重要的临床测验 临床测验基于双盲试验的理论 类似于我们在生物课和化学课上做实验里的对照组和实验组 通过大量的实验结果的对比得出药物有效的数据 比如三期临床试验至少要测验100次 需要300到500个病人 西药必须要经过三期临床试验才能上市 而中药则不需要做双盲试验和临床测试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西药的说明书特别详细 进口的西药更是一大堆文字 以至于有些人觉得西药说明书让人恐惧 而看中药的说明书就特别简洁 不仅没有主要成分的详细说明 和药理学及病理学分析 就连不良反应和禁忌通通都是尚不明确 各位网友家里有说明书的可以拿出来对比一下 中医粉可以给100个理由来解释 为什么中药不需要做双盲试验和临床测试 但我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敢做为什么不做 如果能通过做了又不会有坏处 所以到底什么是中医药 我们必须要对中医药进行重新定义 绝对不能简单的把医学分为中医 西医把药物分为中药和西药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医学和草药 西医药是经过现代科学验证的医学和药物 对于两者的定义 并不是用的同一个标准 所以并不能把两者完全区分开来 比如西药里面有个治疗瘧疾的奎宁 最近也传说对新冠病毒有效 奎宁是从金基纳树皮中提取的 早在300多年前 西方就使用金基纳树皮磨成的粉来治疗瘧疾 按照之前的定义 奎宁应该是中药中的草药 或者严格意义上讲 是属于和中药对应的西方传统医药 但是在经过了双盲试验和临床测验之后 达到标准就变成了西药 所以通过这个就说明了 中药不是中国的药 西药不是西方的药 更不应该说中药是天然无副作用的药 而西药是化学合成的药 西药是经过科学验证的药 所以正确的定义中药 就应该是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药 只有这样的定义才能把两者区分开来 西药真正的名字是现代医学 如果中药能通过现代医学的科学把关 能够把有效成分提取出来 不再是简单粗糙的 以一种植物的名字来命名 通过药理学论证 再通过临床试验 把数据拿出来给人看 而不是只能没有依据的说 隔壁王大爷吃中药病好了 那中药也就不再是中药了 就变成了现代医学的西药了 那为什么中药不这么做呢 简单说 就是做了也通过不了 比如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中药 通过美国的FDA的双盲测试 和三期临床试验 成为有效药品 所以 通过我们对中药的新定义来讲 中药不是中国传统的药 传统的药不一定都不好 中药也不是草药 草药也同样有好有坏 而中药是敢上市 却不敢通过现代科学测验的药 也就是说中药就是假药 就是毒药 我们来看一下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随便把你认为知名的中药名字 后面加上事件两个字进行搜索 你就能找到大量 因为中药发生的安全事故 云南白药 可算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品牌 云南白药的说明书 不只是没有药理学依据 没有临床试验 没有不良反应测试 甚至连配方都不公开 完全不符合现代医学的行医规范 西药不管有没有专利 全部都要公开 有效成分 药理学 不良反应 试验数据 都要明明白白 类似的被中国冠以国家机密 而不透露的药品 有265种 云南白药导致很多患者 产生不良反应 甚至令多名患者中毒身亡 2013年 香港特区政府 化验出云南白药含有有毒生物检 云南白药才第一次公开承认 配方含有有毒成分 另一个红毛药酒 在中国同样知名的品牌 2014年 全票通过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公司在2018年 获得履行社会责任的明星企业称号 但红毛药酒一直以来 都有消费者反应存在安全问题 2017年 硕士医师谭秦东发表文章 中国神酒 红毛药酒 来自天堂的毒药 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事实 证明了红毛药酒对人体的危害 随后 谭秦东医师被公安机关跨省拘捕 红毛药酒公司 对其提出法律诉讼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在舆论压力下 当局进一步调查 红毛药酒的质量问题 承认红毛药酒 含有有毒成分 但也同时认定 红毛药酒有治疗作用 后来 谭秦东医师突发精神疾病 病情好转之后 发表了道歉声明 红毛药酒 接受了谭秦东的道歉 并撤回了诉讼 再往前 还有引起中国十几万人 甚衰竭的龙胆泻肝丸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可能这时候 有些人会产生疑问 为什么我有吃过中药 感觉有疗效呢 事实上 很多你以为是中药的药 其实有效成分都是西药 打着中药的旗号 就不需要经过西药 复杂的安全审查 就拿大家常用的 感冒零颗粒来讲 虽然成分里有各种草药 但是起作用的 还是靠 对胰显胺基粉和普尔明 大家也可以拿自己家里 你认为的中药来看看 那为什么中药是毒药 假药 却不全面废除呢 第一个原因 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对抗 但敌人却是中国自己塑造出来的 西方国家不会叫自己的医学 为西医 西医是中国人 给现代医学扣上的帽子 利用医中医西的说法 试图与西方科学平起平坐 甚至是压倒西医 比如毛泽东在1954年说 今后最重要的 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 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之后在文革期间 更是对西医进行全面的破坏 另外还有很多人迷信的说法 比如西医治标 中医治本 中药是纯天然 无副作用等等 从我们上面对中医和基医在命名上的分析 能很清晰地表明 中医和现代医学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 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没有可比性 说是中西两大文明的对抗 实际上则是迷信与科学的对抗 利用所谓的中医几千年的传承 塑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形象 来凝聚所谓的民族自尊心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第二个原因是更实在的 那就是中医巨大的市场和利益 西医西药行业比较成熟规范 很多药物需要进口 就算是国产 也要付一部分专利费 而且还要跟国外的厂家竞价 但中药不同 原料成本低 技术成本低 法律成本也低 还有政府垄断 没有市场竞争 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再加上有名贵药方 传统秘方 天然无副作用 西药治标不治本等宣传 把本来不应该有市场的东西 硬生生地创造了几千亿的市场出来 所以 中医药的背后 有国家意识形态和利益输送的支持 中国的废除中医运动举步维艰 好了 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网友也可以自己多学习和查阅更多资料 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 上一期节目 我们在逻辑和数据上分析了 民主能不能当饭吃这个问题 网友Q许说 中共最喜欢玩文字游戏 民主不能当饭吃 独裁也不能当饭吃呀 毛雨露习思想也不能当饭吃呀 那印那么多册干嘛 还不如花钱买馒头 毕竟馒头才能当饭吃 网友宇七说 专制要是真的那么好 那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应该是金小胖的北韩 网友林飞说 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不能当饭吃 那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可以当饭吃了吗 什么逻辑 网友Thomas Lee说 空气不能当饭吃 那我们就不要呼吸了吧 网友Steve Lee Limbo-Vitley Angnes Liu 乔内等风 Cezar 紫阳真人 MYL Rocket STI S40524WW说 民主不能当饭吃 但没有民主 政府让你吃食 你都得开心地吃 好了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 我是Klaus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吊赞 订阅 订阅 吊赞 订阅 吊赞 转发